8月25日,中国又有两颗北斗上天了,当前发射的是第35、36颗北斗导航卫星,不到一个月,连发两次,这样稳扎稳打的节奏也是很喜人,看到消息之后大伙也是十分开心。 但是在高兴之余,有同学提出了疑问,想必这是大家都会有的疑惑,我们都知道,GPS系统由21颗工作卫星和3颗北斗导航卫星,为什么还要接着打? 首先,我们来看一下,这36颗北斗的构成。 2000年10月31日,魏帅先抢占导航卫星频率资源,抢三架零威寿命,提前发射。 2000年的最后一天,中国建成了北斗导航试验系统,双星定位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斗一号。 后来,中国相继在2003年和2007年,发射了一颗工作,星和一颗在鬼斗问星,定位精度25米的北斗一号系统,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纪美国。 俄罗斯之后第三个,具有自主卫星二航系统的国家,打破了依赖国外导航定位技术的被动局面,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,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尤其在2008年温川大地震救援中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然而,毕竟是试验系统,双星定位误差较大,且只能覆盖中国,不能满足全球导航的需求。 2007年4月14日4011分,第一颗北斗导航内星,M1达车传征三号驾运载火箭从西昌出发,来开了北斗二号系统建设的帷幕。 所以说,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十五,三十六颗北斗导航内星,是从北斗二号系统的首发兴起算的。 2012年10月25日23.33分,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,用禅征三号秉运载火箭,成功将第十六颗北斗导航内星发射升空,形成覆盖亚太大地区的导航服务能力。 北斗二号系统正式建成,十二年时间,中国航天人吻扎文达,完成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第二步,从全国覆盖到区域覆盖,定位京都十米。 2017年11月5日是九十四十五分,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,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。 在这北斗系统全球组网的首颗卫星飞向太空,随后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。 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,标志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,开启了游戏与运行,向全球拓展的帷幕。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北斗三号系统,真正的全球导航系统。 三代北斗系统轨道的区别一目辽然,截至近运,虽然中国已经发射了36颗北斗导航卫星,但真正属于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是其中的12颗组网卫星。 距离在一年半以后的2020年,完成了由35颗北斗卫星组成的,定位精度2.5米到5米的全球导航系统,包括5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,和30颗非地球静止轨道卫星,还是要发射23颗。 其中还不包括北斗二号的若干科技补星,而今年还有6颗的发射计划,预计将在今年年底,优先完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覆盖。 至于为什么GPS只需要24颗,而北斗需要35颗的问题,这是由于两款导航系统的功能不同,轨道特征不同所导致的。 北斗三号系统轨道示意图,由5颗紧直轨道卫星加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加27颗中原轨道卫星组成,GPS系统轨道示意图,由相互30度的6颗轨道,面地24颗中原轨道卫星组成,轨道高度均为2万公里。 北斗导航系统是全球唯一由三种轨道,静止轨道卫星,倾斜同步轨道卫星,中原轨道卫星混合星座组成的先进导航系统。 进一步提高了定位精度的同时,还要兼顾受持、通信等功能。 相比之下,GPS卫星轨道全部分布在中原轨道,这使得GPS对低纬度地区不靠这大能力明显低于北斗,且GPS定位的必要条件是头顶施时有几星,针对定位控制信号,而北斗是针对用户群控制信号。 可回想当初,从发射第一颗北斗星到发射第二十三颗北斗星,我们用了九年,此处不得不再提一下北斗二号。 今年7月10日,第三十二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,值得一说的是,这颗卫星是北斗二号的替补星。 这时候大火的问题又来了,明明现在北斗系统已经进入北斗三号,告诉全球组网的阶段了,为何还要给北斗二号发射替补卫星呢? 虽然北斗三号的全球组网目标,任务兼聚,时间紧迫,可是在北斗三号逐渐走向前台的过程中,北斗二号作为当前北斗导航系统的基石,承担着向亚太地区提供稳定的定位,导航和收拾服务的重要任务。 因此这颗新发射的备用卫星,可以有效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健壮性,能够保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由地区服务,向全球服务卖金的过程中,平稳过渡,稳定升级,并且继续保持自提供服务以来。 从未间断过卫星信号的交人记录,完成全球组网的任务依旧十分艰巨,但中国航天人有能力,又信心,并呈自主、开放、兼容、减进的原则,让北斗覆盖全世界。 中国始终秉持和践行中国的北斗,世界的北斗的发展理念,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发展,积极推进北斗系统国际合作,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携手,与各个国家、地区和国际组织一起,共同推动全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,让北斗系统更好的服务全球,造福人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